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将在决赛中面对本赛季中超冠军江苏苏宁 而卓尔在出给鲁能后则是止步足鞋杯四强 同时结束了今年的所有比赛 赛后卓尔领队庞丽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关于这场比赛庞丽点评道 这个赛季非常艰难 我们受到了很多伤病的困扰 今天我们替补名单都报不起 但我的队员们在场上像战士一样 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随后在被问及这场比赛 与上一回合相比队员们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时 庞丽再次强调了队员们的血性 他表示这个赛季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赛季 然后也我说过 我很感谢我的队员们 他们每一个人在场上都像战士一样战斗 到了最后一刻 此外卓尔门将董春雨则是在赛后第一时间接受了赛后顺彩 在被问及如何评价卓尔今年的整体表现时 董春雨坦言 我觉得今年从赛季的第一场到赛季的最后一场 我们都拼尽了全力 虽然说赛季末球队里面出现了很多伤病 同时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但我们始终都没有放弃 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除了对球队的整体表现进行了评价 董春雨也点评了自己队友的表现 卓尔在足血杯派上了大量年轻球员 但他们在半决赛第一回合 面对强大的鲁能石败下阵来 被打进五球 董春雨表示 第一场比赛很多年轻队员太紧张了 这场比赛他们做得很好 创造出了一些机会 第二回合 在比分上以及数据上 我们都没有落后太多 也可以看到他们有在慢慢变好 最后 在被问及对于下个赛季有何展望时 董春雨拿弹簧做了一个比喻 他解释道 这个赛季我们已经触底了 就像弹簧 只有当触底的时候 才会反弹得更高 下个赛季我们一定会 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 凭借着本场比赛 出色的发挥 董春雨也是获得了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的MVP 状态十分火热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我这边 我这边 你 我这边